字幕志愣 字幕志愣 你终于醒来了 原来是杜大叔啊 发生什么事情了 一早就鬼吼鬼叫的 也难怪一把年纪了还娶不到老婆 不早不早了 都快晌午了 你师父呢 我才想问呢 那老头不知道又死哪里去了 这可怎么办才好 昨日你师父来找我买酒 我说账可以还几日再付 就让他欠着 但我忘了今天得付房租给庞大姐 欠那个虎姑婆钱 那不是找死吗 你欠了他多少啊 我欠他一千钱 要是我今天交不出房租 怕是要被庞大姐绑起来 犹孙失重了 哎 负债子还 师父债徒弟还 都大叔 这笔账包在我身上 太好了 你师父签的酒钱总共一千二百钱 你快替他付了 我也想 但我 没钱 啊 你 你没钱 那你还敢夸下海口 我是没钱 但我同样能帮你 都大叔 你上次不是说开封标局缺人运标吗 我去运标还你钱 只不过 杜大叔 你要答应我两件事情 啊 你还和我讨价还价 你不答应也没关系啊 那就等我师父回来再说吧 只不过杭大娘能不能等 我就不知道了 等等等等 我答应你就是了 啊 这第一件事就是了 以后不准再卖酒给那死老头了 第二 死老头欠了酒钱 得从一千二百钱 折到一千钱 你 你这是趁火打劫 啊 那不要我不运了 我就悠悠哉哉窝在村里 看着杭大娘把你绑起来 犹村势众吧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一千就一千吧 日行一上的感觉真好 而且出去运酒 就不用留在家里练功了 真是一石二鸟 闹走了啊 杜景哥 我回来之前 你可别被庞大妈宰了 大家辛苦了 日头高挂 武士将至 咱们在此阴凉处 停车打个劲 终于休息了 再不放风 我这把骨头都要被车给颠坏了 小兄弟 小兄弟 快到前面来 东家 有什么吩咐 哪有什么吩咐 我是说这里有冰茶 让你过来一起喝两杯 什么 吃热天里竟有冰茶可以饮 快过去瞧瞧 四弟 我是叫你把人给请来 不是把人吼来 你这般无礼 人家还以为我们开封标局 是哪路的土匪 还不赶紧赔不是 这土匪可不好当了 不但要千和有礼 还得双手奉茶 别胡闹了 还不快替人家倒茶 相同即是有缘 来 咱们喝一杯 别拘泥礼数 你换我们大哥四哥便成了 夏大哥 景四哥 好兄弟 夏大哥沉稳可靠 谦逊有理 不愧为开封标局的首席弟子 反观四弟子 景仁天 个性直闯 率性不造作 倒是很对我的脾气 好端端的 你太什么气 请四哥喝着杯里的茶 去望着满车的酒 我猜他一定是在想 无人结标是好 但就有一些无聊 这么多美酒当前 我们却只能在这里饮茶 也有好茶 也有兄弟 要是有家人在车 就更没了 应该选一吧 知我者 莫若兄弟爷 这满车的酒 我们看得到 却喝不到 着实不太好受啊 等这趟标结束 让小弟做东 咱们喝上两杯 正事都还没做完 你就只记得喝酒 当今圣上登基后 颁布了送行律和盗贼律 严惩盗贼 所以山贼少了不少 但最近不少村落 都有人失踪的传闻 我们还是小心谨慎为上 师兄买了手镯 急着回去送小师妹 没空和咱们喝酒 这么长舌 当年师父带你回来 我还想多了个师弟 没想到原来你也是小师妹 我也是小师妹的话 那师兄是不是也要送我一个手镯 我送你一顿好打 那手镯为珍贵的冰铁所注 大师兄为了小师妹 特地从西域够来 心意可见一斑 若我也能讨上一个 只怕小师妹要吃醋了 冰铁 这可是铸造兵器的上好素材 怎会拿来铸成手镯 兄弟 你瞧瞧 冰铁表面呈现的花纹 既似水波涟漪 又像满天云彩 十分好看 不留于俗艳 或许铸造他的工匠 便是看上了这一点 这手镯确实不错 夏大哥眼光真好 那位小师妹看了 肯定芳心大悦 当心 大家小心 有人接镖 诸位 赏关马寨的兄弟 几口酒喝吧 咱们粗手粗脚的 自己动手恐怕失了礼数 还是劳烦各位自动奉上 免得伤了和气 你们是不识字还是没脑子 见了开封镖局的旗号 还不滚蛋 懂不懂规矩 众兄弟 开封镖局的小妞们 不敢和咱们打 请我们高抬贵手 你们说 该怎么办才好啊 开封镖局的小姐 长得如此效力 要饶过他们 也不是不行 这些娘们这么泼辣 我可不要 胡说些什么 难道怕你不成 我一个人就能打败你们 你们想怎么定 能怎样 总不会真是来交朋友的 你们这群娘们生的如此标致 要当朋友也可以 把那批货都留下 然后给大爷我亲一下 如何呀 臭贼子 看我的厉害 警司哥 先别冲动 对方态度有益 开封镖局名头 如此响亮 这群山贼 一没占到人数上的优势 二又错过了先前帝势之力 为何敢如此挑衅 难道 第一个杀小啦 难道对方当正想结设 难道他们撤下了陷阱 难道对方背后 靠伤成腰 陷阱 陷阱 二或三吧 可是我觉得是三欸 若真有靠山 一开始便亮出名号了 没必要特地隐瞒 哦 这是二哦 那我先一一看 虽然我对自个儿的长相挺有自信 但整群有断绣之痞的山贼 也太少见了 哈哈 小心 这帮贼子在前方设下了陷阱 等着我们自投罗网 什么 有陷阱 大伙小心一点 不要情趣妄动 可恶 竟然被你这小子坏了好事 快报声明来 这群山贼果然早有所准备 幸好被我识破 这下 换山贼首领要弃脑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连你爷爷都不认识 还出来当什么山贼 各老子的敢戏弄老子给我杀 谁能拿下这小子的脑袋 可多分得三分 开放标记的兄弟们 快保护这些酒 哇一打一二三四五五个人哦 可以出事吗 不 太大一了 不 傻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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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想 累 不 你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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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换武器 傻 不 傻 不 你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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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 水不穿湿 其中的道理不再试试 你继续战士吧 瞧你不再试试的 太多 一血多大一血 太多一血 水不穿湿 其中的道理就让你见识见识吧 一点都大一血 小试伸手罢了 糟糕 糟糕 这酒坛里头 怎么装的全是草 贼娘的这么多人看守 还以为是什么贵重的西域名酒 竟然全是些不值钱的破草 封锦扯户 兄弟们 撤 兄弟们 撤 你先别乱动 让我看看你身上的伤口 夏大哥 我没事 你瞧 你的伤口怎么不见了 我刚明明看到你被山嘴砍倒 我打小不知为何 像这类伤口 总是愈合得比常人快上许多 真是奇特的体质 不管怎么说 你没事就好 大师兄 大师兄 你们快过来看 这里面装的不是酒 不知何时 被人调包成这些怪草了 我们在西域接下水井房的委托后 日夜看守 除非对方会飞天遁地 否则绝无可能啊 这样说的话 只剩一种可能 是什么 快说 你就别卖关子了 先以后会被骂 兄弟 你别逗了 天下哪有会自己变成酒的草 我看 水井房这么做 是打算利用我们标局 偷运这种草 我自幼在香金山里打滚 也从未见过这一元城巨尺状 带着诡异紫色的怪草 我听说有些酒酿造时 会加入特殊的药草 这或许 是他们酒房的秘方也说不定 大师兄 如果水井房问心无愧 干嘛不直接说 需要这般遮掩 我看这草一定有鬼 不如这样 我们仍将这批货运至开封水井房 若确认走私 再把这些草全输回去 就这么办 要是他们敢戏弄我们开封标局 就让他们吃不完兜着走 希望如下大哥所说的 这只是酿酒的草 只是 心中却有不祥的预感 刚才那边 如果选对的话会出现什么剧情呢 我俩再试试看 我俩再试试看 如果没有特别的东西的话 我就不放了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选 只要你冲到的状况是药草 什么 让你这么说 那不是走私吗 水井方这么做 是打算利用我们标局 偷用这种草 我自幼在香金山里打滚 也从未见过这 看起来后面对方又都一样 好了快转 好我们来逛一下吧 回家 黑黑血没有回复诶 鸽洗白菜 木蕉根 可是我沒有錢 錢外勾了 等下 继续准备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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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